记者张勋腾苗栗报道,苗栗县政府今天举行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U-Bike,营运说明,县长徐耀昌也是出大力多,宣布U-Bike启用后到明年6月底,将实施前30分钟免费骑程补贴措施,希望民众多利用公共自行车探索苗栗文化特色及寻找在地美时苗栗县公共自行车租赁厂站建制工程。 于今年3月底开工,陆续在苗栗市、头粪市、竹南镇建制30处租赁站点,提供1200辆公共自行车,预计9月底完工。 苗栗市已建制完成苗栗火车站、东站、西站、苗县立图书馆、苗栗石工所、苗栗高中、苗栗农工等6租赁站点,将于26日举行启用典礼,令头粪、竹南已建制完成的租赁站点。 为头粪市公所、头粪运动公园、尚顺广场、苗北印文中心、竹南火车站、东站、西站、竹南镇公所、竹南博爱公园、中兴商工等9站,正进行测试。 即验收作业,预计7月5日开通启用。 苗栗府今天举行营运说明会,U-bike租借财累进费率,4小时内每30分钟10元,4至8小时每30分钟20元,8小时以上每30分钟40元。 还车后15分钟内不得于同站借车,需要昌今天也是出大力多,宣布U-bike启用后到明年6月底,将实施前30分钟免费骑程补贴措施。 前三个月补贴费用由行政院环保署补助约500万元,其余由苗县府环保局空屋基金支应约1825万元,最终补贴支出依实际其乘次数计算,需要昌强调,未来会选择适当地点来施设,但考量使用率问题,会配合各乡认试生态来建设。